继续来关心中国新闻 北京的空气品质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 昨天北京PM2.5指数继续超过400 直到今天凌晨还是徘徊在400上下 属于严重的污染 因为身陷埋伏 北京的各大医院是挤满了患上 呼吸道疾病的老人与孩子 很多家长就吐槽 北京噩梦真是挥之不去 想知道29号北京的雾霾有多严重 看看网友制作的北京一日游的照片 可以说是灰蒙蒙的朦胧美 PM2.5检测数字居高不下 不管凌晨正午处处超标 以前都还能有蓝色的天 现在全都是根本看不到天的颜色 在北京街头 很多市民戴上了专业房屋买口罩 不过各大医院早已经人满为患 在北京儿童医院 走廊 大厅 处处都是抱着孩子输液的家长 当然担心了 我们家孩子得的是过敏性子电 然后那医生说呀 就像过敏性子电的话 他以前就是很少发病 就是说最近那个天气空气质量 越来越不好了 所以说像那个这种过敏性子电的患者 就越来越多了 除了子电 雾霾带来的疾病 主要有上呼吸道感染 脂气管炎 气管炎 肺气肿等 对老年人还容易诱发心脚痛 心衰等 雾霾挥之不去 北京儿童医院的单日急诊量 最高已经冲破了9000人次 其中呼吸道感染占内科病人的一半 新唐人记者 仁浩综合报导 这种颜色的颜色